那可能兩邊都想說對方會讓吧 結果就撞上去了 因為他們速度也不快 但是可能真的 可能身上都在的貨嘛 所以那個好蠻重的 那在我們台九縣 轉光榮社區的三叉入口 發生嚴重車禍 那其中一名傷患 他是被夾在那個駕駛室 在那個方向盤的下方 那尤其是他的右邊的大腿 右邊的大腿被夾住 那我們現場人員 我們用油壓破壞器材 以及用我們的那個 車輛的那個歪壓手 把它強制 強制把它拖出 那傷者是一名76歲的阿嬤 那他的傷勢 為他的右腿有三處骨折 那包含大腿以及膝蓋 還有腳踝 多處變形 那我們把他拖出之後 我們患者送往這個慈濟醫院 防信男子駕駛自小貨車 沿台九線北往南左轉行駛 黃信女子駕駛自小貨車 沿台九線南往北執行 兩車於入口撞擊 事故造成黃女右腳骨折 送醫救治 警察雙方駕駛酒車 皆為領 整體事故 極安分局調查中 到時候 到時候 往上 一趟